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月28号 由陈臣主持的作战会议 其实这个会议记录 陈臣也问 在这一次的战斗之中 他要求各位司长以上的人 你保举优秀的成员 所谓保举优秀的成员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些人是我层层 甚至于是蒋介石未来必须陪子的将领 所以像傅依仁也好 所以像雷开轩也好等等 这些有工匠领到了最后他们的升迁都非常的快 那唯独唯独 湖联部队下面的团长 升迁就显得非常非常的慢 那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了解到 就是说陈臣到了台湾 你必须领土那么大 格局变小了 他总不能用自己的人 所以他要求胡连 你给我承报一些人上来 这个就是耳后为什么雷开轩也好 你夫一人也好 升的都比十八军 十九军的那些团长都要来得快 各位假如不见忘的话 各位知道像夏超也好陆志佳 陆志佳他们升了少将以后 雷开轩已经是中将军长 他们那个时候同为叫做团长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 你来看的话 陈臣那个时候的政治地位是非常的为难 也很尴尬 那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必须要回过头来看三个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陈臣 就是胡连陈臣跟罗卓英 当然还有一个林卫了 林卫他通常都是看家的 那罗卓英是对外的 还有一个就是陈臣 因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 有很多的副长官 真正是陈臣的心腹吗 大概就是林卫跟罗卓英他们 好 唐恩博呢 虽然是副长官 但是陈臣跟唐恩博是不合的 好 那从这个角度 我们来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因为罗卓英他死得比较早 其实其实胡连对罗卓英的怀念是非常非常的多 为什么 就是胡连有任何的难题都变早 层层出面的时候 他就找的是罗卓英 因为他毕竟是十八军的老军长 还有一个就是方天 方天我们过去讲过了 方天我们过去讲过 我们就讲罗卓英 那为什么胡连会找罗卓英 罗卓英是广东人 他的部队几乎都是潮汕地区 广东地区跟江西的客家人 跟广东人比较多 反而是闽南籍的跟浙江籍的 还有江苏籍的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 就是罗卓英 事实上 事实上这里 那我没有写在书上 那我没有写在书上 本来薛悦是要办胡连的 为了什么事 就是调兵遣将 调兵遣将的是胡连不同意 那薛悦那个时候是华南军政长官公署的长官 叫做薛长官 胡连自己讲 他说在秦氏危急 他在潮汕地区 暗兵不动 暗兵不动的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内 各位晓不晓得 薛悦至少五六道命令下来 命令 胡连把三个军给我通通调到广州来 甚至于他要求胡连成立一个敏干阅边区 然后由柯远芬他们主持 面对薛悦这种强势的作风 胡连就用脱字诀 脱字诀 那他脱字诀各位去看 现在有很多的文书 很多的文书 档案是胡连写给薛悦的 可是各位仔细去看 你胡连就有一点非常贼 他提的全部都是计划 各位知不知道 像他为什么他要提计划 就是说你要调动我的部队 好 我就跟你讲 这个地方要成立一个邮寄区 那个地方我应该怎么做 那个地方我应该怎么做 这些档案全部都在国事馆 那我稍微看了一下 但是这些计划 每一个计划做素的 各位知道意思了吧 他是运用这个计划 去拖延他调兵的时间 所以一度薛悦对于谁 对于胡连是非常非常的不谅解 所以薛悦也跟蒋介石 掺了胡连 所以才会有大战灾在即的时候 蒋介石在广州黄埔路官邸 叫他从潮汕地区到广州去见他 见他就是说你至少一个军 就是十九军 你要去防卫广州 听刘安琪的指挥 那为了这件事 胡连跟蒋介石也发生了争执 胡连不同意 六十七军十八军十九军 分三个地方 那你等于是把兵团司令部 完全架空嘛 胡连就是用计划 一直在拖拖拖拖拖 拖到了十月真正拖不下去的时候 如果不是广州沦陷 不是广州沦陷的话 胡连极有可能军法办理 因为他抗命 那他抗命的真正的原因 就是不同意兵力的分割使用 这个时候 胡连曾经透过罗卓英 去跟华南军政长官公署的 于汉谋啊 还有薛悦 他们讲的这些事情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罗卓英的调兵 把胡连纳入到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 这个是陈臣的意见 那就胡连来讲 就胡连来讲的话 他一方面 他要听白虫许的 另外一方面 又要听薛悦的 再一方面又有蒋介石 再一方面又有陈臣 所以这个中间 如果没有罗卓英的话 胡连就不成为胡连 很多事是 罗卓英帮他挡下来的 这也就是说 胡连为什么 他三番两次会 会提到罗卓英的原因 就是罗卓英私底下 帮他挡了很多的事 那林卫呢 是负责他跟蒋介石沟通的 那从这么复杂的关系里面 我们就来看 如果没有方天 如果没有罗卓英 如果没有陈臣的话 胡连的军队将不成军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蒋介石 对胡连会那么逾句的地方 因为胡连所遭遇的困难 都是这些人 共同帮他解决的 凭借胡连一个人 这么多的困难 他是解决不了的 他是解决不了的 你尤其是10月28号的作战检讨会议以后 汤恩博 李良龙 还有其他的部队 二孙五军的部队 统统调回台湾的时候 陈臣就是告诉他 真的养不起你们 你除了智力更生以外 你部队也要削减 这个是陈臣亲口讲的 虽然陈臣不到一个礼拜 因为吴国珍的继任 他也离职 但是那个时候陈臣名利上 他还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陈长官 那从这些我们来看 现在有在网路上面讲 第一任金房部司令是汤恩博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金房部司令 金门防卫部根本没有 那个叫做金护航福建 虽金公署 代主任叫汤恩博 那个时候没有金房部 那我也不知道 台湾的国防部 他那个军事怎么这样写 第一任是汤恩博 汤恩博什么时候担任过金房部司令 就是闻所未闻 第一任金房部司令 他成立的时间是1949年的11月1号 因为指挥权的交接在1949年的10月30号完成 那中间空个一天 11月1号刚刚好是金房部的成立 各位晓不晓得 成立金房部的时候 胡联的手上只有两笔钱 这两笔钱大概也用的差不多 第一笔钱就是我讲的十二兵团的血汗钱 第二笔钱是广州撤退钱 钱系 广州撤退钱系 所谓的国防部就是何应青 何应青把应该给胡联的钱 全部都不给到胡联 但是为数不多 真正为数不多 各位想想看 从1949年的2月到1949年的11月1号 胡联部队一毛都没有 国家没有给他一毛钱 只不过是10月14号广州撤手了 撤手之前给胡联一笔钱 当金房部成立的时候 胡联讲 如果按照现在币值计算的话 70万台币 当然 如果是用1949年的生活水准的话 就是70万 70万刚刚好在台南是东门市场 就是东门圆环 那个时候一间房子一万块 可以买个70栋 个人是有70万是很有钱 但是70万你也花到部队 对不起 每一个人发下去的话 大概只有两块钱 只有两块台币 两块台币 那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看得到 金房部成立的时候 根本一毛钱都没有 胡联就是靠这70万成家 况且层层已经直接了当告诉他 你不必期待政府会给你太多钱 政府本身就没有钱 所以很多人讲说 1949年的贪污案 我可以告诉各位 国家都没有钱 那他怎么贪污 其次贪污是贪国家的钱 那如果他贪老百姓的钱 那叫刮地皮 那个叫收刮 那个叫决略 那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所以现在很多人研究历史 在那边胡说八道 为什么胡说八道 国家没有钱 请问他何来贪污之说 那你说他贪的是十二兵团的钱 十二兵团没有放在 胡联个人的口袋 他也至少要养活十多万人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来看 就是自力更生 政策确立 当陈陈跟他讲 你要自力更生的时候 胡联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那个时候国家根本一毛钱都没有 胡联真正拿到的第一笔钱 是陈陈担任葛魁以后 就是1950年3月15号以后 换句话说 1949年的11月1号 到1950年的3月15号之间 国家没有一毛钱给胡联 各位想想看 从1949年的2月到1950年的3月 各位想想看 足足一年的时间 国家没有一毛钱给胡联部队 这些都是历史事实 那耳后胡联会很有钱的原因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从前讲过就是走私 自力更生就是走私 那不是没有办法 所以胡联成立金防部 他亲口说 他口袋里面只有70万台币 不是银元银元那个时候是1比8 现在1比3 过去是1比8 所以就是他只有台币70万元 然后有的 有的不是金块 叫金条 胡联是用金条 然后度过这人生最悲惨的一年 金防部1949年11月1号成立到1950年的3月16号 政府没有一毛钱给金防部司令 各位可以想想看 就是说现在你很多人就是批评这种事情 但是你话说了回来 那你说蒋介石他要消翻也可以 所以你要说蒋介石要军队国家化也可以 通通都可以 那前提是 每一个人过来当兵 你一毛你都不服吗 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那个时代 去看那个时代的问题 你不能够用那个今天这个时代 那我假如用那个今天这个时代的观念来看的话 我想请问一句 胡联手上只有70万 他那个金防部可以成立吗 那我告诉你 70万现在在台北去买间厕所都不止70万 那就结了嘛 所以你今天用一个很正常的眼光去看不正常的时代 然后那你推出来的结论一定是有问题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